我感覺就是要能量簡單解決這樣 不要花招 快點 看了 看了煩死 他覺得武俠片真正的武俠片的拍法 就是高手過招 了不起三招 很多就是氛圍 氣氛 對峙 他覺得動作不是打的過程 而是打的前後 他也啟動過差不多就像日本武師刀那樣子 兩個對決前是有一個過程 但是對決的時間其實就是散了 所有的事情只有簡單化沒有複雜化 舞蹈他雖然都是從身體抒發 都是所謂的動作 但是運動的方式非常不一樣 他的思考和他身體是不可以分開的 變成整個心的專注力是不一樣 跟跳舞的那個過程是不一樣的 那動人之處就是在人嘛 就是在角色嘛 就是你整個味道 跟這個角色是對的 就像你會喜歡他們 喜歡張鎮 喜歡舒淇 喜歡他們的這種人 那有時候是因為人而設定 這個人有意思我就會用 哪怕他是非演員 我都想辦法 是另外一堂課讓你更 更相信自己吧 不要有這麼多的疑問 來打到自己 相信你每一天的累積 相信你就是有這個質感 你就是有這個能力 當你相信他的價值 他成為信仰的時候 他可以創造出來的 他可以影響的力量 非常非常廣大的 每一次電影都是個新的生命 每一次我們把我們最熟悉的東西丟掉 我們重新開始 然後我們去碰撞一個陌生的東西 這個就是在猴島片子裡面 每一次我們找尋這個 我覺得對於猴島來講 他找一個滅娘這樣子的一個高手去拍 他想像中的武俠片 就是一個武俠片的代表作 應該這麼講 Did you know that in The Revenant Leonardo DiCaprio a convinced vegetarian was so in character he ate real raw meat in a scene depicting glass surviving off a wild bison's liver Click here for more videos See you soon Bye